重庆,有人说它是东方曼哈顿 临次至比的摩天大楼 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 三千多万常住人口 听上去,重庆应该是节奏快的让人窒息的大度会 然而它并不是 重庆人随性、直爽、爱自由、爱生活 这些特质赋予这座城市多样的节奏和跨界的属性 这次我们不是来打卡网红景点的 而是尽可能的去了解重庆的市井文化 寻找这里的斜杠青年 小芒,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重庆了吧 我不是第一次来 其实我来了有三四次了呢 但是每次其实都是出差 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对这个城市是又熟悉又陌生 那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印象 我就感觉重庆对我印象就是整天阴阴的 但好吃的特别多 然后有一些是在城市里的开车就是磁器比伏的 那种 像过山车 对 其实我跟你一样呢 我每次来重庆也基本上都是出差 然后去一些特别有名的景点 开车逛一下就走了 所以很难说我们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其实都挺表象化的 是吧 对 就很肤浅 对 所以这一次我想整点不一样的 不是都说其实你要了解一个地方 你还是应该要了解这个地方的人 对 但是总是没有那种机会 真的是深入他们那种生活当中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从那个视角可能我们能了解一个更丰满更不一样的重庆 那我就期待一下了 今天啊 那个我叫了一个重庆当地的大美女 带我们一起来游重庆 哇 这么棒 她以前还是重庆小姐呢 就是选美的那种 对 选美的那种 肯定很漂亮 特别的漂亮 好大的雾啊 真的是那种雾都的感觉 但是还挺美的 对 林莉姐 哈喽 好久不见了 小萌是第一次来重庆吗 我也不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之前都是出差来 然后就是也没有逛过什么 好好玩过 那听这么说 这一次就是想在重庆好好玩一玩 那我可以带你们去很多热门的景区和景点去玩一下 不要不要去一些热门的景点 我们这回想体验重庆当地人去玩的那些地方 那你得让我考虑考虑 我得想一想 要是外边太冷了 咱们要不然先上车吧 走快走快走 今天真的太冷了 林莉姐 这是你新车吗 我觉得这红色很好看的 很适合女生开的感觉 对啊 你还挺有眼光的 这一套一汽马吉拉的CX4 那这个红颜色叫混动红 是它的主打色 专门说这种年轻漂亮的女生 然后还有就是心态很年轻漂亮的女生 而且你看它这个内饰也是红的 是它就是换新款了之后新增加的颜色 哦 那这种车应该是叫轿车还是叫SUV呢 它叫轿跑型SUV 就是有点跨界的这个概念 所以你刚才从外边也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造型外观啊 很流线型很轿跑 很漂亮比例非常好 对吧 然后而且它性能上也会很像轿跑车跑起来 很运动 明白 哎一发风一准 嗯 好说圣元 你想好没有带我们去哪玩啊 哎 对 差点给忘了 嗯 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喜欢玩什么 但是我想了一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你喜欢玩的那里可能都有 哦 就是什么机车滑雪 哈哈 就是这天咱们能玩点室内的吗 好冷的 好的好的我打岔了 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赶紧去玩吧 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一栋特别丰富特别魔幻的楼 大人无常 红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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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不是那么平平无奇啊 这栋楼四五十层里边年轻人喜欢玩的各种小店 比如桌游啊什么的 都有 那我们先走着先看一看吧 先过去啊 你就像这边啊 比如说又有桌游 但是又有足语管 又有什么弹吉他的 然后又有玩密室的 哦真的呀 那边还有推理设吗 好吧 这边就是男人杀 嗯 那就很多重庆的年轻人呢 就喜欢在这玩 因为消费水平又不怎么高 但是又很有趣 来这里一天都可以不用出去 吃了喝了玩的全都有 哇 我有点腿 哇 腿软啊 我们来看 看上面 哇 这吧 这 看我们这对面什么婚纱摄影啊 然后美容美饭啊 下午茶 然后换装的可以换 罗莉塔或者汉服 然后一边撸着羊驼 所以猫猫狗狗一起和闺蜜下午茶 就很多年轻人喜欢到这来玩的 感觉这种店都很分散的 没有这么集中 你要是去哪 你去找他才行 咱俩北京都是凭着的 对对对 这里是被称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垂直式商业街 商业街 人家是商业街 我感觉在外找黑毒厂 对 还真得是当地人带着 对 那这样吧 那我们先转转看看吧 带着你们 见见重庆的市民 好的好的 真的开眼 我们要的本地人的生活方式 太会玩了 这就是四个菜 是的 XLL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大号的 超大号的 爱开开开 是个私人女孩的 好 之前还有网友 就是在这个楼里边 偶聚了盲家卫 然后上面是一个 买手机后面 这一家有羊驼 有羊驼 就是注意别为它吐口水 天哪 有没有发围 看到这些动物都是打过疫苗的 人家有免疫阵的 超门了 OK 你好 你好 好可爱 这只狗子 我好欢迎他 我要录这只狗 这只狗好像很欢迎我们 天哪 你好重 不想我抱不住 太扯了 我要抱一下 好重啊 哎呦 他的毛 你摸他的毛 他手感好好啊 你摸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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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家店的小动物亲密接触之后 我们都觉得不过瘾 于是又去了另外一家鹿猫吧 这里的猫咪品种更多 在这里我们采访到这家店的老板小陈 一个地道的九五厚重庆男孩 因为本身在开这家店之前啊 我是一个朝九晚六的一个工作 然后就还挺固定的 两点一线这样 然后一直自己是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然后想要工作自由一点 然后时间自由一点 然后就跟朋友商量 讨论一下这个商机 然后之后就开了 我自己的话典型的一个重庆的女生吧 还是那种说 就不希望生活全部被工作也好 事业也好 奋斗也好所占据 闲下来的时候呢 也想放松一下 然后当条闲鱼 就可能在一些人眼里 觉得这样的人不是特别的奋斗上进 但是这样我觉得连自己是属于 我觉得我是一个典型的重庆人吧 重庆人的话 就性格都还挺直爽的 然后现在年轻人 其实想法都差不多 都是渴望自由 然后渴望时间自由 人生自由这样 就现在开了猫吧之后呢 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自媒体的号 然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拍照啊 然后拍视频这样 小陈是个典型的邪党青年 他并不完全专情于他的路猫吧 他还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我相信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 他都会投入去做 这就是所谓的跨界吧 为什么我经常会开着CX全国各地的跑 也是因为他的跨界属性 他的设计初衷不是为了讨好更多人 而是要满足一个人在不同使用场景下的需要 这就是斜杠精神 今天生园他要上早班 所以不能陪我们了 但是他给我发了一家火锅店 说必是正宗的重赠火锅 哇塞好期待 绝对是那种路边上 什么九宫阁连锁店不能比的 天呐那远吗 不近好像说在一个挺偏僻的地儿 就是那种深山老连找好吃的感觉 对对对对 不过你帮我把手机插什么 用Carvelet导航吧 这么方便好呀 你可以投到这儿嘛 真的耶 我的天这是认真的吗 是的我告诉你啊 这个上下五层 二十条大道 我的妈呀 在重庆这种路况 什么车才会比较好开呀 你不觉得这疯狂的小黄克最厉害吗 就是永远都不减速自自在这开 对他们是开就是都是重庆高架车神 是是 然后其实这两天你看开这CX 我觉得在重庆其实就还蛮实用的 一个是你看它底盘高 就是这种上上下下的山路啊 比如说就是它你比如说停车的时候 它会有那种大坡 对对对对对 你如果底盘太低的话就容易脱体 这就挺实用的 还有这车心它转向半径控制的很好 你看就是那种犄角嘎啦停车 或者那种特个色的吊头弯 其实它就会比较灵活了 对感受到了 对不会让你揉一万把才入库 对而且它车面空间挺大的 居然停车还挺好的 对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像这种杂道呀 弯路啊 然后山路什么的挺多的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 就是即使转向好多人 并不是说能做到指哪打哪 对对对 没数 但它这个就是为了让80%啊 都能开成老司机 它这个程序就是帮你去掉 所有你琐碎的动作 就是它帮你做的直向性特别准 科技这么发达呀 是的 还有更厉害的 它有一个内置的程序叫GVC Plus 就是如果你稍微尽力一点的操控它 像爱跑山的呀或者他们会比较了解 然后它会给你重新分配四格罗的动力 甚至就比如这加点力 这少点力 就让你这个过弯的时候姿态特别好 都是老司机 天啊 这个感觉还大大的提升了安全指数 对对对没错 这个太实用了真的是 你看就是这儿拆火锅 这么大一个拆的 这家伙这真是在山洞里 对我还以为它开玩笑呢 太神奇了 是啊 是呢 扑面而来的这个火锅的味道 好香呀 咦 哈喽 你是西华林林 哈喽 你好 两位哈喽 对两位啊 里面走嘛 好的好的 哇你这里真的是很一般很不一样 我们是那个防空洞 防空洞 重庆里防空洞 所以你们没有做什么装备 是在原来的那个介绍 这个防空洞 那个是一专一挖 我都没有懂它 然后它就是还原那个防空洞本来的样子 就是夹了一些装饰 那边走 好的好的 可以吗 这是 就是 我一进来就一拉开车门就觉得那个香味就扑过来了 等一下 因为我们用的是重新整装的这种牛油锅底 哇 这一锅 牛油锅底 牛油锅底 好的 认真的吗 这一锅都是一次我们吃的底料 对对对对 锅底 锅底 顿上有做煞舞 山上有做城 阶上有做城 都没得胜 住了一群重庆人 哪里是跟罪 哪里是吧 尬不不离 还叫他们从来不得罪 不离 哈哈哈 哈喽 哈喽 这挺好吃 你这种东西 你这上面不是写的吗 那大巫寿是夺命了吗 然后我们就选了暴命 是暴命的 这个是暴命的 是因为的 对还真的是挺像的 对 平时不太能吃辣的 一直就停不下来 对 而且食材都特新鲜 对 因为我们买菜 我们都是每天自己去买 哦 然后是买当天的菜 然后那个 它是追上辣 但是它不会就是辣的 那种心里面很难受 对的对的 可是我看你这个 只有五点到晚上 十二点一天是吧 每天就永远一路 每天一路呢 你中午不做吗 没做没做 为什么啊 就是 做餐碗不是靠流水 才能赚钱吗 就是 因为懒嘛 我开店完是因为 就是因为懒 这是其一 然后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 呃 我不想把我工作的时间 全部占满我的 怎么说 说大一点叫人生 说小一点 占满我的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我希望我还有其他的空间 可以去照顾我的家庭 去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喜怒哀乐 我一直很心想一会儿 从我上身里走 arent uni entonces 你一直在一起 和我说你心里走 我一直在一起 我一直在一起 和我一直在一起 我一直在一起 之前看到他们在扯馆的那个粉丝群 有预告说今天上新作品 有一个小品 以前还是没怎么演小品这种形式 应该就是这会儿在排的这个 在下边的那个是艺术总监在教他们 对对对 就是给他们抠一抠细节 呈现更加好的效果 不是他们现在说 应该就算是中心的艺术范围 就很纯正地道的重庆话了 其实重庆话只要不说很多言字 普通话其实发音就觉得还是很像 车馆本来这个名字也是我起的 车馆它本来的含义是 谐音我们重庆本地的一个礼语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幽默好玩的人 我们重庆话叫车馆 一个人是车馆 一个人是车馆 这是这个意思 那么它其实包括的内容很多 不光是在相声这个板块 只要是在台上 能够给大家带来欢笑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义到车馆上面 对于方言的这种坚守 因为我个人有这种本地情节在里边 这种情节可能是从小 因为我从小是在最早的我们这边茶馆长大的 茶馆其实是市井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一个体现的地方 里边汇集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从在里边玩的过程当中 就受到了本土文化的一些东西的影响 这里边最大的就是方言对我的熏陶 这个方言 义方之言 它不仅是一个语言的传播 它更多的是代表了本土文化的一种体现 因为方言的背后 其实每个地方都是传承着它本土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对这个情节比较深 以至于到现在 我虽然说可以说普通话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推广我们的崇敬方言 特别我印象当中 我还是非常赞同汪涵老师说的一句话 说这普通话外语可以让咱们走得更远 但是方言永远会让你记住你的根 你的家在哪里 所谓斜杠青年 是指那些拥有多重职业和多元生活的人群 这次在重庆遇到的朋友 不能说他们是典型的斜杠青年 但他们都有一种斜杠精神 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生活方式 不愿意生活完全被工作轻视 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 都希望找到自己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多产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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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